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此刻连沉驮子都不支持四姑娘了 不能挖 一旦挖出下面的东西 咱们必死无疑 四姑娘很可能是让我们先送死 她自己捡现成的 胖子和王元朝都在看着我 等着我拿最后的主意 我现在脑袋也是一团乱麻 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让脑袋自动出现一个抉择 我最终还是咬牙说道 哇 这哥们都拿命在拼了 如果这他妈是演戏 那也没办法了 其实我现在也是故注一掷 而且有点自私的想法在里头 如果我们这样就回去 不说现在这个怪病能否治好 就是几百万高利贷也能弄死我 还不如赌一把呢 王元朝和胖子没有犹豫 把包裹扔在地上之后 从里面摸出公兵产阶上 胖子一边接钢管 一边用毛巾捂住自己的鼻子 胖子见我还在一边 顿时破口大骂 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恶心的场面 李丁当 你这畜生快过来 把点给我标好 要是标错了 胖也非得弄死你不可 我一走过去 差点没晕死 这地面上踩上去 就好像踩在西蒙斯床上一样 那层粘稠的血液 让我身上鸡皮疙瘩全部跳了出来 还有那三具被放光血液的尸体 眼神更是正正地望着天空 加上那满地把了毛的动物尸体 活脱脱的就是一副人间地狱 就是三具尸体这里 快开挖 我戴上手套 赵护臣驼子过来 一起把尸体给扳开 胖子一铲子下去 掏出一大片血液和沙子的混合 那一团带着刺鼻臭味的东西 熏得胖子直咳嗽 我见胖子那张脸 已经有些承受不住了 还好王源潮动作丝毫不见脉 很快就把表面那层 粘稠无比的血浆给浸空了 站在这个位置 偶尔还能听到黄皮子的叫声 和村民非人的嚎叫声 我们四个疯狂地下铲子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我们挖掘的时候 一点都不费力气 好像土是松的 一铲子下去 就可以直接落个七八十厘米深 然后一掰 半方土就直接撑了出来 胖子这会儿也恢复正常了 没有开挖时候的不是 边挖还跟我边打起魂来 看着土质明显被人翻过了呀 估计真的是你爷爷当年定的点 只要是能挖出个金疙瘩来 回去胖爷买两箱圆卯 烧了 孝敬你爷爷 滚 速度快点 别在这磨磨唧唧的 我焦急说着 刚才我听到几声尖叫 离我们只是越来越近 那些村民好像又回来了 此刻我的手臂已经开始有些发麻 不过我依旧不敢放慢动作 还好这些土壤十分的松软 要不然以我们这几个的工作量 两个小时都挖不完 很快 我们就打了差不多七八米深 还不知道是错觉还是什么 本来热祸朝天 汗流加倍的我居然觉得有些冷了 这土里散发出一股冰凉的气息 在上面拉吐的陈驼子 哆嗦着叫道 快快快 快 有人过来了 我赶紧问道 人多不多 胖子他们也被吓了一跳 这些村民可不是普通人 如果全部回来的话 我们还真是挡不住他们 我上去对付村民 你们继续挖 我咬咬牙说着 这会儿我体力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再待在下面进度也加快不了多少 还不如先上去挡一阵子 王源潮冲我点点头说 顶当 你得上枪 不行的话就吓吓他们 仅仅几个村民的话 对我和陈驼子两个有武器的人来说 应该是够不成危险 我沿着绳子攀爬上去 一上去就看到几个村民 已经冲到离我们不到六七米的地方 陈驼子早就已经哆哆嗦嗦地 在那比划半天了 看到这一幕 我顿时被吓得不轻 这要是让那几个发狂的人冲过来 我们指定是死无全尸 我摸出手枪对准那三个村民 不过这种情况 我也不知道是脑袋发什么愁 手枪的扳机硬是抠不下去 这些人虽然神智有些问题 但是我根本就没办法像射杀动物一样 开枪打死这几个大活人 这一个犹豫的功夫 一个速度最快的年轻村民 就结结实实撞在我的身上 我脑袋也黑 差点没晕过去 不过我这会儿心都快跳出来了 赶紧狠狠咬下了舌头 让自己强行地清醒过来 那个年轻村民 此刻就趴在我旁边 牙齿已经凑到我脖子几厘米的地方 我提起吃奶的劲头 拼了命地双手揪住他头发 然后使劲把他脑袋往后面推 我别的半口气都不敢喘 生怕一泄了气 对方就咬断我的脖子 正当我昏头昏脑 体力开始支撑不住的时候 旁边的陈驼子 见我这副样子 终于是下足狠心 举起手枪一阵乱点 一口气把弹架里面子弹 就全部打光了 远处几个村民纷纷倒地 死死缠住我那个年轻村民 也中了一发子弹 被我狠狠地推了出去 有几个子弹 落在离我不远的泥土里 发出呲呲的声音 看到那几个近在直指的弹孔 我只感觉我浑身力气都透支了 瘫软在地上半天没有爬起来 陈驼子估计也是第一次杀人 他抓着手枪半赏都没有说话 我现在总算明白 那些战场综合症是怎么来的了 这样射杀几个人 都让陈驼子产生这么大的负罪感 战场上的死人却是成百上千的 有些上过战场的新兵担子 一闭上眼就会看到那些死去的人 估计就是这种状态 突然 我听到下方传出胖子的拐叫 我浑身一个机灵 赶紧爬到土坑旁 在应急灯的照射下 我看到了木灯口袋的一幕 黑洞洞的土坑底部 居然盘踞着一口棺材 如果是普通的棺材还没什么 但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模样的棺材 它的上半部分是正常的棺木形状 但是尾部却好像壁虎的尾巴一样 细细长长的 而且弯成了S型 整口棺材干上去浑然一体 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味道 胖子吓得不轻 对着我们嚷嚷道 这大娘的棺木里头有呼吸声啊 我此刻的视线 却不在这口奇怪的棺材上 而是被胖子和王源潮背后的角落做吸引 但我看清楚那个东西 我只觉得自己很可能再过个几十年 都忘不了今晚的事情 我浑身几乎感觉不到热量 一直等身体的控制权重新属于我自己的时候 采用哭一样的腔调喊道 胖子 你背后 有个小孩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我当摸金校尉的那些年 想了解更多 请关注新浪微博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